我是何游,我是黑医院语院的广东话翻译员 最近有一种新的病,很多人叫它蛛流感,或者叫它H1N1 你可能会对蛛流感这些方面有些混乱,或者不清楚 现在我就想跟你提有关于几点要注意的事项 如果有些人说因为听到猪流感,而被逼不吃猪肉或者猪肉的产品的话 那你就可能会被人误到了 因为这个猪流感和接触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你不会因为吃猪肉而会染上这个猪流感 这个猪流感的病毒,普通来说它是会感染猪 但是那个病毒不知为何,它就转了,现在可以感染这个人 所以因为它感染猪的缘故,所以我们就这样称它叫猪流感 而患了猪流感这个病的人,病态就好像普通患了流行性感冒 一样一样一样,而两种病毒都很难分别出来 如果个人患了这个猪流感,它就会有咳嗽 或者是打痴,喉咙痛,发烧,发冷,甚至乎作呕作悶,和肚痾 如果你有这样的病症的话,那你可能会真是接触了这个猪流感 或者你又或者是有普通的流行性感冒都不顶 甚至乎有这个大伤风都不顶 唯一能够可以分辨出来这些,你是患了哪样方面的呢? 就是只有做一些特别的测试才可以看到 而猪流感就可以人,全人地传出去 经过这个咳嗽,打痴,和呼吸 这个病毒就可以传染给其他人了 通常是经过你的手,当你的手斗了你的口 或者斗了你的眼,或者斗了其他地方的时候 就有机会传染出去 所以最重要是你最好整天洗手 而且如果你咳嗽的时候,最好用手 或者用手肘掩掩住口的时候 就可以避免这些病毒这么容易传出去 最好你和你的家人和朋友说这方面的事情 最好另一方面,你和家人说 如果你能够经常洗手 或者咳嗽的时候 就掩住口 或者你打痴,这样的时候 就用手肘掩掩住的话 就可以尽量避免传染 另一方面有痰的话 你就可以咳嗽到那些刺子上 然后就扔掉它 如果你家里有人病的时候 最好叫他住在房间里面 就不要接触其他那么多人 特别是,最好远离小孩 BB,大年纪的老人家 或者是那些有慢性病的人 如果你有以下的病症的话 那你就要去看医生 如果你是呼吸感觉有困难 或者是咳嗽 或者是有发高烧 或者是甚至乎病到不可以下床 如果你不能够进食 或者是喝东西 或者是 那你就要去看医生 这些病症 特别是对年纪大的 就是超过65岁的人 或者是有糖尿病 或者是有肾病 或者是肝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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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其他有病的人 就特别要注意 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 最重要是 如果你没有预约 或者是肝病 或者是肝病 看医生 而你的病情是温和的话 就尽量最好 就不要去看医生 因为在这个时期 有可能有很多人 病得很重 是需要看医生的 这样的话 如果你不去看医生 就等医生不需要太忙 让医生多些时间 来看病重的人 为了要保护你自己 和其他人 当你如果需要 真的来这个诊所的话 你一到诊所 如果你有咳嗽的话 你就要说给服务台的人 说你已经有咳嗽 然后你可以戴一个口罩 如果另一方面 那些工作 那些医务人员 就会帮你量体温 以及如果你是家里已经发烧 最好就是你跟他说 我已经在发烧 如果工作人员 叫你坐在一边的话 你就不要介意 因为直到他们搞清楚 如果你评估到你的情况 是怎样的话 他可能会希望你坐开一点 如果你的病情 已经持续了几天 而是比较温和的话 医生可能会 只给你一些药 让你觉得舒服一点 就算了 他就劝你回家 休息多一点 最好就避免接触这样的人 直到你康复为止 如果有以下情况 你可能要回去再找医生 譬如包括你病得非常重 或者是不能够饮食 进食 或者根本连呼吸都很困难 那你要回去看医生 所以你最重要 跟工作人员讲清楚 你有什么电话号码可以接触到你 还有有什么情况 工作人员可以告诉你 特别是如果有什么测试的时候 测试结果是可以通知到你 另一方面 如果有家人的时候 如果你不能够离开住在家 就可以要求你家人 或者朋友 帮你一些药可以侵药 甚至是和你自己可以买的药 例如他人奴 大多数情况 就算接触了这个猪瘤感 他们的病情都相当温和 如果我们是小心的话 我们做出各方面的准备的话 可以尽量防止这个猪瘤感 扩散下去 多谢你收听这个讲播 谢谢